四人全副武装赶来 将Dream打成残血 但对于Dream来说 异形 技巧 路边的苦力怕 都是他的逃生工具 很快 他凭借一招落地水 甩开了众人 来到峡谷 赶来的四人用弓箭不断攻击 眼看逃脱的道路被堵死 Dream只好继续深入 再次来到废弃矿井 Dream制造假象迷惑追击者 随后挖出隧道 悄悄从山顶溜走 当追击者发现时 Dream已经做好传送门 再前往地狱的路上 反击的号角也就此吹响 Dream用下戒岩 堵住传送门四周 将追来的Bad与Ant Forest 击落到岩浆上 并与Sype Napp 一为一男人大战 在一阵中门对居后 眼看血量见底的Dream 决定暂时撤退 但四人组 不会放弃眼前这个好机会 眼看前有岩浆 后有追击者 Dream做出决断 动身一跃 精准地落在赤足兽身上 上方四人 只能无奈看着Dream 骑着赤足兽扬长而去 摆脱追击后的Dream 补击完后 要再次复活岩浆 但此时包里的下戒岩 已经不够 之前的赤足兽 也无法使用 于是 不远处的赤足兽 成了Dream新的目标 还用吊杆 无断将其回拉 随后一跃而上 但由于距离过远 Dream虽然成功坐上 但仍然碰到了岩浆 此时的Dream 没准备任何补击 难道一切 就要这样结束了吗